又要一幻物 如果再杀三十五个中国人 那七大姑 岂不是又要杀害我们的人 进行报复吗 我赌七大姑不敢了 为什么 我们再杀三十四个中国人 七大姑要是再杀我们的人 那就会恶性循环 到时候一定会引起 天津市民的公愤 那就有好戏看了 这还不出来 他们还没出来呢 没有 还没有 这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还不出来 是啊 我建议 我们对外宣布 就说我们抓住了 七大姑及其同伙 五日后 在火车站执行枪决 七大姑死了 谁 还敢再杀我们的人呢 你去办吧 这次千万不要再惹麻烦 是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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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出来了 现在我负责任地向大家宣布 大日本驻天津公告 经过一周月的抓捕 已抓捕七大姑及其同伙三十五人 将在五日后火车站执行枪决 不进行审判吗 七大姑对其罪行公认不讳 就没有这个必要 能给七大姑拍照吗 七大姑杀害我们日本勇士 已经被严密地监视起来 未免再生事端 我们拒绝一切 对七大姑的采访拍摄 这不是屠杀吗 屠杀 中国有个很有名的成语 叫斩草出根 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这岂不是恶性循环 那就来吧 我们严阵以待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老爷暗自着急 加上右手工作中受了伤 觉得时间真的不够用 一方面要帮八路军 做大口径炮弹模具 一方面还要杀忠野报仇 好在贾师傅完成模具披子 需要两天时间 他想充分利用这个空闲 杀掉忠野 给心仪报仇的事 绝不能再拖延了 好 把山挂留 来来来来 把山挂到了 快去 WWII 快去�出版了 好 快去 manage 走 快去 走 是啊 这边 走 走 我就喜欢这里 快走 走 不欢迎你 请 今天人不多呀 自从这边出现了七大姑事情之后 就没有什么刻染了 真是七斤的猫比千斤的数啊 您说什么 说了你也不懂啊 请您慢用 你们等着等我回来喝 好 曹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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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啊 孝子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跟我同事在那边呢 走 好 来 曹桑 好 请 请让我隆重地介绍一下 这位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曹花李先生 好 这是小林 是我们天津办的主人 他叫三夫 是北京站的主人 您好 幸会 幸会 大家坐吧 好 好 你们这是同学聚会 我们正在商量 怎么阻止冰野的屠杀行动呢 是 就像你这样子 他是金哲 我 并不是 是 并不是 这位开钱 谢谢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好酒 现在可以完全明确 红运茶馆和小树林是一个人所为 所有的日军都被七大姑摘去了左岭杖 只是红运茶馆多了两个帮手 大家再往深处联想一下 杀死袁田的还是这个人 他先用自己做的枪杀了袁田 加了他的南部十四 把南部十四改装后加了消音器 令人非解的是 为什么他每次都扯下左肩杖 这是不是有什么深意 很明显 杀手是个老手 就像十三太保 每一次都留下记号 如果是个老手 他为什么不销毁脚印呢 这可能是想迷惑我们 也可能认为我们根本抓不住他 从脚印的间距上看 七大姑身高大概在一米七八左右 体重七十公斤 神穿男式脾鞋 帮手中其中有女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么高的女人 穿男式脾鞋很正常 这也是杀手高明之处 欲改迷章吗 这次宣布枪毙三十五个中国人 不知道七大姑会不会出现 我赌他不敢来了 那天司令官也认可 你们 现在开始抓捕三十五个中国人 把那些平时 跟我们作队导弹的 一里抓起来趁机相灭 对了 警察去那边怎么样 铺查结果出来了 天津这么大 家里有七姐妹的三十二家 杭七的 其中有两个是白痴 其他我们在跟踪中 记住 不要打草惊事 你们边分两路 一路查七大姑 一路 去调查支援天津炮弹的事 那天司令官让我们 重点调查根据地的事 其大姑是重点 卧踏之策 其能容他人汗水 吃吧 夫嫂 少爷 院里的卫生啊 还得扫扫 楼上地板该打辣打辣 该泼水都泼水啊 知道 知道 好 马姐啊 来来 那个 天好 带着心仪出去转转 别老窝在家里边 金梅 你去献一场 到那个万春城 买一斤油丝烧饼啊 嗯 你看点心仪 我老爷真的寝室不安 他实在没想到鬼子 会这么恶毒地报复中国人 如果几十个市民就这么被杀了 那他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得到安宁 必须阻止冰野的屠杀 最好的办法 就是再杀一个穷凶极恶的鬼子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七大姑没有被抓 可是只有五天的时间 杀谁呢 他瞬间想到了中叶 这一身的酒气 我不是让你带心仪去玩去了吗 大晚上的 我们上哪儿玩去啊 马刺儿 七大姑别抓了 你知道吗 跟我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跟我们相关系了 所有的人都有关系 七大姑被抓 我们个个同心疾首 你却在纸醉金迷 你还是不是个中国人 不太刚 不太刚 我是哪国人你说了算 行吗 你必须是个中国人 我先睡觉 明天开始做中国人 不行 现在就得做中国人 现在 今儿就得做中国人 明儿见吧 此时我老爷心机如焚 哪儿有心情听谭丽萍说教 他认为这次屠杀是自己引起的 必须由自己了结 所以 一定要在鬼子屠杀中国人前 杀掉中叶 戳穿特高克的阴谋 甩卖了啊 西装领带帽子啊 这帽子怎么卖啊 五块钱一个 您要的话给你便宜点 您要吗 小姐 要不您看哪个 您想要 我给你便宜点 那套黑衣服给我看看 好嘞 以后没事就别来找我了 我忙着帝国的事情 叔叔 我现在被分道 刘庄扶桥执行任务了 好啊 到那边就别再生事 老老实实地 看好烧家 是 紧急叔叔教会 你的脾气不改的话 早晚会吃大亏的 是 我知道了 来 来 金北 金北 太香了 买芝麻烧饼了 金北 赶紧买了 在桌子上放着呢 看见了 看见了 赶紧吃吧 太香了 大哥 你知道我刚才上街买烧饼 碰见谁了吗 谁啊 看见小岛和他侄子了 他侄子 是个军人 军衔好像是少佐 我看一会儿啊 我听他们俩聊天 那个侄子说 他好像调到 刘庄福桥去执勤 刘庄福桥 都吃我烧饼了吧 没有啊 没有 这是什么 多大了你 脸上带着个芝麻满街跑 这是谁吃的 这是谁吃的 不吃的 还不承认哪 多大事啊 芝麻 都是个小岁的 还不承认哪 对啊 真是个小岁的 别承认我 天天 不承认你 你怎么承认你 你去承认我 你去承认你 你去承认你 帮承认你 我承认你 跟承认你 你去承认吧 我承认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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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难记得过 带俩转发 这个姓马的呀 在家天天跟曹花里吵吵嚷嚷嚷 逼着她去抗日 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这么说 这个曹花里还不是共产党 目前可以确定 至少现在还不是 那你们说 这曹华礼 到底在帮姓马的做什么 是啊 到底在做什么呢 我在他家里 搜集到这个铁穴 这是做什么剩下来的 难道是炮弹 共党的电台今天说 鬼子为八路军的炮弹 炸得丢盔卸甲 不会这么巧吧 那曹华礼太可怕了 将来等小鬼子滚回老家 咱们和共党争地盘的时候 这曹华礼 得给咱们国军添多大乱呢 所以我们必须 尽快策反曹华礼 嗯 策反不成 就杀了他 杀了他 当然 绝不能留给共党 我知道 你跟他毕竟有过感情 但是请你不要忘记 首先 你是重庆的军统情报员 我会努力的 尽可能地劝服他 你的担子不轻咯 是啊 眼下还得给美国人打这个短工呢 我先走了 我便记得你 好 你我带着你 我费了你 你算警官 便是救救了 我都不是救了 你我费了你 我费了你 我费了你 你费了你 你死的 别的 我想想想我带着你 怎么办 老爺 去刘庄福桥 听金梅说 中野在刘庄福桥持勤 我老爷要去踩点 摸清楚中野上下岗的规律 来 客长 小树林的脚印出来了 但是到了杨灰路 脚印断了 初步判断是开车走的 你说杀手有车 可以这么肯定 开什么车 车车很多 要想分析出来很难 继续按照 脚印和车车的线索查下去 把刘庄的线索查下去 客长 抓来几个嫌疑犯 好 给我当众逼宫 当众 当众才能起到 杀一锦百的作用 是 走 我是冤枉的 他真是冤枉的 快说 说什么呀 我这 这就是帮助七大姑的下场 那以后你们谁 还敢帮七大姑做事 老相 老相来来来 这是谁这么没王法啊 冰野呗 这个月都打死三个了 我们大日本皇军 我们犯过一个坏人 这个人就是冰野 他 他这去哪儿啊 吸毒 他每天这个中暗都犯毒瘾 这是特高寇第四组所在地 他每天六点犯瘾的时候 就到这城门外 七大麻 对 谢谢 谢谢 看到冰野肆无忌惮地随便杀人 真是比中野还坏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我老爷当即决定 先杀掉冰野 这样也能够揭穿鬼子 抓住七大姑的阴谋 走吧 好 好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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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兄弟们 找到杀鬼子的大侠了吗 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 一定要给我找到这个 在火车站杀鬼子的大侠 咱们十三太保不正少一个人吗 大哥 这货场仓库码头我们都找过了 找不到人哪 接着找 只要找就一定能找到 大哥 那个姓曹的找到了 是变速机场的老板 我不管他娘的什么老板不老板 杀我老六就不行 对 九儿 在 一定要把他给我办了 大哥 您瞧好吧 我非弄死他 新一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知道咱们国家 被日本侵略的事吗 你们父女俩呀 不关心国家政治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马姐带着心仪插花呢 最近少见你啊 我也不能总在家里吃闲饭呢 我得出去找工作 你们慢慢插吧 心仪 阿姨出去有点事 你自己在这儿慢慢插 我会乖的 这是八灵派这炮弹的 母举佩的 派人盯着金梅 怎么 她有问题啊 盯着吧 好 知道了 两百兆啊 你们一定更好的 好 放心吧 您先回去吧 我去给你们买盐 好 快追 追 哪儿来的枪声呢 弹姐 怎么了 我就抓刺客 大哥 怎么了 我去抓刺客 怎么了 怎么了 送医院吧 福道 福道 我来开车吧 走 我来开车吧 走 还在这儿哪儿呢 我来开车吧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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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用不用我帮忙, 不用 王巡长, 您怎么来了 林家门前响起了枪声, 您不知道吗 我听见枪声了 我一出来一看 什么事都没有啊 曹先生中枪了是吗 王巡长, 您可别吓唬 曹先生出门了 出门了吗 没在家 我看来 是个人我看来 这就是 不然这就是 我看来 这就是 你像我可不想 人给我 这就是 这就是 我们就想要 撒了 你 我看来 这就是 我看来 我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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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草先生 副嫂 草草怎么了 她 我不知道啊 她 她 她出门了 没在家 我进去等等 好 您里边请 副嫂 你小心点 是的 是的 走 特高克马 我是小岛金次郎 我要求你们马上 帮我找到曹华里 对 刻步融化的 新衣呢 新衣在楼上呢 带我去看看她 您这边请啊 新衣这姑娘 好好以孩子现在这样 真是可怜 作 Sally 快 织线绵 你 纱布 妈姐 要是小岛问起 是谁救的大哥 该怎么说 他知道我会医 倒也说得过去 你开车的技术 可非同一般呢 我留过学 又在重庆做过翻译 会开车不是很正常吗 我看你不像是干用人的 就你这两下子 没救过上千号人 也得救过上百号人吧 我没恶意啊 你放心 我是不会告诉日本人的 那你也不会告诉国民党吧 我这跟你好好说话呢 由你这么问的吗 我还想问你呢 你是不是给八路军干活的 我只是给曹先生干活的 我也一样 我都清楚啊 我都知道 别动 干什么你们俩 给我弄哪儿来了 大哥 你醒了 怎么了这是 我们呀 选了一个最近的证所 来不及送你去远的地方 谁开的车 这得问你啊 我没得罪什么人哪 你没少得罪人 大家不都背后骂你汉奸吗 你能不能这时候别这么说话呀 大哥 你好好想想 你最近是不是跟什么人起过冲突啊 会不会是日本人哪 大哥 应该不会是日本人 日本人把你当宝贝 会舍得杀你吗 是啊 要是如果真的是日本人干的 那就不会在家门口暗杀你了 那 娘 曹先生呢 不是 您听我说 我就给曹先生买烟了 然后我听见枪响 娘我哪儿见过那阵事啊 然后我就躲起来了 我嘱咐过你没有 我嘱咐过 我嘱咐过 从农村把你带出来 嘱咐过你没有 一步都不能离开曹先生 你废物点心 找我去 找不回来看我不把你的皮 活剥了 这 这 去哪儿找 娘 这 这 这 对 是 这 那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来就好 我的天哪 枪一响 这前前后后大家都听见了 来这家子人哪 警局来人了 特高科啊 到处都是人 说要立案 说要侦查 还有 小岛 小岛在这儿等你呢 别说了 别说了 再说天亮了 对 就是回来了嘛 赶 赶紧弄进去 赶紧 赶紧的去 去 进屋 进屋 赶紧进去 去去去 进 进 找不到草伙里 你们没觉可睡 不用找了 他回来了 小岛进 草嫂 没事吧 没事 你看一惊一乍的 就撞了一下 受惊吓 吓死我了 怎么那么倒霉呢 经常出事 人倒霉啊 何良睡得睡呀 这 这 这 你看你 大霉也都没睡觉 我能睡得着吗 想打扫的人太多了 判断嘛 行了 赶紧回去睡觉吧 好吧 好吧 我先回去 好好休息 副总 你搜搜 搜搜 我先回去啊 你好好休息 您这边请 马姐 几美 好好照顾曹操 那我先走了 走吧 走吧 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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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 打破了我姥爷的计划 他原计划两天做出炮弹模具 杀掉宾野 破坏日本人的屠杀计划 现在一切都乱了 做模具 他可以让谭丽萍 找山炮厂的庞师傅 替自己粗加工 但是要杀宾野 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而且让他最焦虑的是 五天之内七大姑如果不出现 那天就要进行大屠杀 怎么办呢 来 喝点水 大哥 我怎么觉得 你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这么震惊 这哥过去你早疯了 事都出了我怎么办 调楼间 我不是这意思 总之 我现在就是从你的眼神里面 看出了大彻大悟的感觉 那是观世音 大哥你想过没想过 离开这里 离开 去哪儿啊 比如大后方重庆啊 甚至去国外也可以啊 我倒是想离开 走得了吗 那什么 你把这柜子打开 里边有个盒子 我让你手脚能不能慢点 什么好队都让你毁了 我找人安上不就晚了吗 又说我 你现在马上把钱给人送去 赶上医院上班报警就麻烦了 不用 我自己给就行了 放心吧 我出去了啊 嗯 我没能够着 啊 我扶着 我扶着 你 我跟着点 我给你 我呀 你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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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警察局吗 我要报案 喂 你是谁啊 咱们谈谈赔偿问题 去找庞师傅了吗 通知完了 一会儿庞师傅来 就把魔技皮子交给他 他就是这么做了 他促加工完了 我也差不多恢复点了 到时候我得细加工 他不会无事吧 不会 不会 那个 别人别人发现了 你得小心点 我就把金梅支走了 金梅我怀疑他是军统的人 统不统我不管 反正你的事 不能让别人知道 觉悟挺高的 神经病 神经病 他下一个 你们要注意 跟宋脏 估计 不过 一 illustrates 想起 不 和 没有 冰斧 我们曹花礼 我觉得 现在曹花礼心里一定有事 怎么讲 从她的眼神里 我能感觉得到 他心里装着一件大事 你干吗 要出去啊 我找庞师傅去 找他干吗呀 太危险了 那山坡厂是日本兵工厂 庞师傅太冒险了 我怎么没想到 那怎么办呢 你 你做个手术吗 我当然做个手术了 要不这样吧 你做得了 手头不会差的 我哪行 我不喜欢 我不是 我知道你 慢可能慢点 不过保险呢 你想想 那我试试 咱有半个月 行车间就完工了 你说错了 只有十天 明白 新车间即将进攻 派保护的卫兵 也应该进入场子了 如何跟曹花里解释 我听局长的 就说是为保护他安全而来的 这次他险些被打死 书下明白 特高克在外面等很久了 我请他们进来 是为了 这个是个毛皮剑 知道吗 看起来白线了吗 错的时候啊 按照我画的这个白印错 九十度 注意九十度 另外呢 不能错鞋 一错鞋就报废了 明白 没少看你错 还行 还是这个意思 行 你这么错吧 前夜不及着要吗 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啊 这 这就提高了 其实你这个人挺好的 没他们讲的那么坏